黑白无常 vs牛头马面 两队都是给阎王办事的 假如两位队上到底谁更强 我们先看看黑白无常 黑白无常原本是一对好兄弟 白无常叫谢碧安 鼠羊 白无常笑脸迎人 身材高瘦 面色惨白 口吐长舌 头上写着一件身材似的大字 武器为枯桑棒 在西游记中描写道 只要枯桑棒擦一擦皮就塌了 碰一碰金就伤 打五下就去往天堂 而黑无常叫范无旧 鼠羊 黑无常的身材 与白无常恰恰相反 黑无常身材矮胖 帽子上刻着天下太平寺的大字 黑无常的武器是勾魂锁 勾魂锁顾名思义 就是勾魂的意思 只要把链子套在凡人身上 就会立马断气 我们再看看牛头马面 同样是跟着阎王办事的鬼差 牛头马面的地位 要比黑白无常底的多 我们先看看牛头 牛头叫阿棒 因为在人间很不孝顺 被阎王赏测牛头 牛头的武器为钢叉 局传闻 钢叉可以平衣山海 接着就是马面 马面称为罗刹 马面的武器为一把大刀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 小天觉得 还是黑白无常厉害 无论是品德还是职位 黑白无常都远超牛头马面 实力就更不用说了 毕竟是阎王第二情形